为了提醒民众防疫的重要 花莲市公所拍摄了创意防疫影片 市长渭嘉贤不仅粉末登场 还特别邀请到相声大师朱德纲客串演出 跟让花莲居民的地标民老鼠戴口罩 影片播出之后是获得极大的回响 市长渭嘉贤也特别前往巴豆洗缩眼斑 感谢朱德纲老师协助拍摄这部防疫影片 市长渭嘉贤特别前往致政感谢状给朱德纲老师 朱老师也现场教学了一段主板技巧 在大师指导之下 市长他也有模有样的打出一小段节奏 重现宣导影片当中属来宝的片段 公众场合戴口罩 用过口罩别乱趴 居家隔离别乱趴 足有八招四通报 快来下载UDN 在家读书不无聊呀 不无聊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巴豆洗的朱德纲老师 那过去一直在花莲生根 然后也推展一些相声口说艺术的一个表演 那也培育非常多的人才 那然后在这次疫情当中 我特别谢谢朱德纲老师 还有我们林雷恩老师 他们有一些突发奇想的一个脚本跟剧本 那希望透过生活化 好玩有趣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防疫的重要性 那也得到非常多民众非常好评 宣传效果也非常好 那今天在疫情慢慢趋缓之下 那我们特别代表花莲市民来谢谢我们朱德纲老师 也希望未来朱德纲老师能够培育更多艺术的人才 然后也懂得欣赏艺术的人才 那我们刚才也跟老师聊到 未来有机会的话 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看 有没有跟老师合作的机会 开一些口说艺术的课程 让更多的孩子一起来学习口说艺术的重要性 也懂得艺术的欣赏 朱德纲老师表示防疫工作人人有责 如果在表演艺术方面可以贡献到小小力量 他绝对义不容辞 他也觉得很荣幸 就是防疫的这个工作人人有责 如果说在这个表演艺术上面 能够尽一份小小的力量 那当然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一件事 那尤其是这一次雷恩跟我提到了 就是说可以这个 把这个部分放在这个防疫的宣传影片里面 尤其是跟着市长一起 我那时候超级开心的 所以当时他跟我讲 让我去录影的时候 我可是盛装打扮 结果去了以后市长不在 因为他们已经事先录好了 所以让我非常难过 不过这一次有机会看到市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是花莲市市民之福 因为市长他常常都会 不惜的牺牲自己的各种各种的这种办相 然后去演出很可爱的 很逗人的 很吸引人的一些影片 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正面的宣导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花莲市民之福 所以能够参与其中当然是相当的荣幸 市长沃嘉贤表示 希望未来花莲市公所 可以和朱德纲老师合作开设课程 让更多孩子一起来学习口说艺术的重要性 也能够懂得艺术的欣赏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